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阿冲站了出来 并要求留下红霞自己去自首 马上要入冬了 要人家往哪里走 怎么活 阿冲扬言要去哑巴做媳妇 承担一切后果 第二天 一帮老爷们堵着阿冲不能让他去自首 一帮妇女堵着红霞的门 骂到快滚之类羞辱的话 混乱中 阿冲看见红霞被人打 作为一个男人 看到这一切奋力反抗 揍了打红霞的男人 看到这儿 我也想上去帮忙了 就在这时 警察来了 并要带走阿冲 就在阿冲带着警察去现场勘察时 红霞出现在警察面前 拿着一个字条 上面写着 人是我杀的 原来故事的一开始 阿冲去放雷管时 红霞看到了一切 并回去让女儿以吃枣为理由 让瘸子去山里摘枣子 这才被炸断腿 夜晚 瘸子醒来 自己亲手堵出了瘸子的嘴 窒息而死 红霞交代了一切 临走前 委托阿冲爹照顾两个孩子 最后红霞被带走 根据案情 红霞本是受害者 无罪释放 公安也会帮红霞找回自己的身世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 有小孩的家长出去玩 一定要看紧自己的孩子 不能让歹徒有机可乘 不然 带来的只会是一辈子的伤痛 传递正能量 按按你的手指 谢谢您宝贵的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